意大利4月21日成立向中国、中共、政府集体诉讼索赔的联署网站 短短一天内就有数百人联署 该网站计划在4、5月联署、6月诉诸法律行动 预估参与联署者将超过50万人 向中共索偿金额可能超过1000亿欧元 意大利非牟利组织欧洲议题OneEurope带头发起向中共政府所长的行动 计划负责人裴洛里Fredinando Perron表示 根据国际健康规约 任何国家发生重大流行病疫情 必须在24小时内向世界卫生组织WHO通报 中共政府没有做到这一点 因此中共当局该负的责任非常明确 此外 意大利消费者权益保库协会Codecons 也考虑向中共政府提出诉讼 协会主席瑞恩奇Carol Vianzi表示 因为意大利的消保法令不完备 他们正在与美国法律公司研究 你在美国提出诉讼案 让全世界都可以参与 北义知名滑雪圣地科蒂娜代比塑 Carotene di Ampesso 一家近200年历史的四星旅馆 油物饭店Hotel di La Post 已经向意大利法院提出对中共卫生部的赔偿诉讼 据油物饭店控诉 中共政府延迟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 导致北义疫情惨重 原定三月在该地举办的高三滑雪世界杯决赛 因而被迫取消 饭店原本订房传满 却因疫情蒙受巨大损失 中共政府应负起赔偿责任 意大利控诉中共政府赔偿的法界倡议 或许尚在起步阶段 但在其他欧美国家已经如火如荼的进行 例如英国智囊亨尼杰克逊学会 Henry Jackson Society公布的长达44页报告 详尽分析了对中共提起疫情赔偿诉讼的法律依据 美国秘书里州也公开向中共政府提起诉讼赔偿 向中共所长的风潮甚至延烧到印度 一名孟买律师Suhani Ashis Sohani 近日向国际刑事法院控诉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四名中共官员涉嫌隐匿疫情 造成全球生命与经济重大损失 要求中共当局向印度人民与政府赔偿2.5万亿美元 据Suhani痛斥 中国政府隐匿疫情的行为是对全人类的背叛 4月初 国际法学家李士会ICJ和全印度律师协会 All Indian Bar Association 已经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提起诉讼 就中共病毒蔓延全球 给世界人民造成严重的身体、心理伤害 以及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危害 要求中共对此负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